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因执行不到位产生的弊端也逐步显现 为此司马光旅次上次踢平 可在神宗的支持下变法依旧向前推进 他被晾在了一边 面对这种情况司马光竟然方向一转 一连给对方写了三封书信 想直接说服王安石主动放弃变法 那么当司马光直接找上王安石 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交锋 性格都很强硬 对自己的立场又非常坚持的两个人 最后会闹到怎样的禁忌 法律讲堂文史版 又要学者扬己为您讲述 王安石变法第八集 司马光的三封买信 北宋神宗执政初起 国内矛盾尖锐边境战事不断 大宋江山危机四足 神宗求变为何会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 新法班牧招来贵族地主阻挠 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 还是利益赎罪 王安石屡遭谈和两次霸相 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石 到同一起辞职归隐 有着怎样的心怒历程 八年的变法 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 变法的是非功过 又该如何评书 学者杨极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 王安石变法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 由于青鸟法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 出现了偏差 使得地方官员强行摊派 全力寻租 宗保私囊 弄得百姓是苦不堪言 怨声载道 这就给以司马关为代表的保守派 抓到了把柄 他们群起反攻 向宋神宗上书 要求废止清鸟法 同时希望将王安石 给我贬官外放 无奈 神宗考虑将威望颇高的司马关 调任为书密院担任副使 其实就等于搞平衡 缓和反对派的情绪 这才能让变法得以去序 但王安石坚决不答应 甚至拿出了他的惯有的把戏 就是有他没我的态度来 表示只要司马光录选了变法班子的话 他就倒挑子 不干了 与此同时 司马光也逼迫神宗做出选择 他主动求见宋神宗 说自己在朝廷反正是拍不上大用场了 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因此请求外放到地方上去认官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是又杠上了 神宗觉得在这个变法的过程中 想一碗水再端平那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干脆就采取果断的措施 让反对变法的人走远一点 为王安石扫清障碍 让他有真正施展拳脚的空间 随后开始了一系列的人事罢免 但是对于司马光的请辞 神宗皇帝是没有答应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从宋史神宗本纪的一段材料中 来读出其中的端倪 那是宋神宗和司马光的一段对话 时间发生在西宁的三年 也就是公元1070年的8月初八 当时司马光决心离开京城 宋神宗就问了 我怎么能把你外放呢 我还要想着要任命你做书密院的副使呢 司马光委婉地拒绝道 我现在这个职位我都不想干了 更何况是你把我提拔为书密院的副使呢 神宗接着问道 这是为什么原因呢 司马光回答说 我是不敢留在这里了 神宗听完啊 沉思了一会儿说 王安石向来跟你关系还是不错的 你何必多加揣测和猜疑呢 司马光说 说到我和王安石的关系啊 我们原本是好的 但是王安石这个人啊 自从执行变法以来啊 抵触很多 如今有和王安石意见不合的人 王安石是完全不顾交情 想尽一切方法让他们离开朝廷 还有不少人 王安石呢 要用到他们的时候呢 就举荐他们说 这样好那样好 不要用的时候呢 又诋毁他 死一时比一时 为什么同一个人 王安石会前后不一致呢 神宗解释说 这说明王安石这个人很好呀 就事论事 从来不偏袒包庇任何人 况且了 清淼法执行到现在 也已经有些显著成效了嘛 司马光回了一句 众所周知 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这只是王安石一派的人 自以为是的结果 从以上这段君臣对话来看啊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么几个信息 第一 宋神宗对于司马光还是比较尊重和认可的 尤其是司马光在朝廷的威望和自身的能力 是道德君子 是文人士大夫的佼佼者 宋神宗是希望用人所长的 第二 对比而言啊 在变法的事情上 神宗完全信任和依赖王安石 神宗一度是把王安石视作是自己变法图强的代言人的 职业经理人的 第三 司马光所以请求要到地方上去做官 这司马光预感到了一种必然性 司马光大概认为啊 与其最后遭到攻击 被迫离开 不如趁早自请离开 总之 司马光在一帮自己的盟友被相继的撤换 贬官 外放后啊 而自己呢又暂时不能如愿的离开 他是很郁闷的 心情是非常的低落 但是作为一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 谦谦君子 司马光并不是在意自己的这个利得师 他担忧的是江山社稷和黎明百姓的前途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担心呢 司马光三番五次上书朝廷批评新政 仅仅是因为清淼法等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强行摊派私自加息的弊关吗 弊端虽然有 可是新法实施以来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出色的表现 至少为朝廷解决了财政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 司马光还坚决反对变化是何原因 围观多年的他到底从这些弊端中看出了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们首先得从利益格局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也就是说 自新法推出以来 他究竟触动了哪些既得利益者 以及受影响的是哪方面 我们不妨再拿利益分析法 再来看看一个具体的个案 就是轻描法 王安石原本把制度设计的挺好的 该考虑的地方也都考虑了 可是在执行中啊 就是出现了不少问题 第一 这种国家贷款 损害了大地主和一些商人 放高利贷者的利益 你国家一放高利贷 我民间放高利贷的生意就没了 第二 不少地方的官员 为了政绩 强迫那些有经济能力 无需借贷的家庭去贷款 完全不顾王安石之前所特别加的规定 叫做敬佩益 这样一来就损害了这些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中产家庭的利益了 第三 真正需要资金周转的那么贫困户们呢 根本贷不到钱 因此就埋怨 说轻描法 是骗人的 它是政府骗我们老百姓的把戏 第四 整个轻描法贷款手续很复杂 需要填写这样那样的表格 有文化的还能应付 你没文化的 你这些表格怎么办呢 如果找人来贷写 那么别人还得收佣金 那么所以有人就埋怨了 说轻描法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好处 我反而还增加了我的负担 说难听点啊 远没有民间高利贷来的方便损失 民间高利贷都不用填表哥 缺钱了就问高利贷主 借钱就得了 这样看下来 轻描法给人的印象 就是只有国家是真金白银的赚到钱了 而老百姓的实际问题 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所以不少人暗地里都在埋怨 说你王安石啊 你不就是在坑人吗 说到这里 我们就大体能明白 变法的根源啊 是根源自帝国财政的穷困 但变法呢 又必须搅动整个存在百年的利益格局 因此相互斗争博弈 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不管是王安石的变法派 还是司马光的保守派 他们所追求的都不是纯粹的个人利益 也是跟私人恩怨是无关的 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同 但都是站在忧国忧民 关心江山社稷和民间疾苦的层面上的 他们是一种大公义 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区别的这是每个人的方法论和切入点不同而已 虽然让国家富强百姓安居的初衷是一样的 但王安石和司马光却选择了不同的方法来实现 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将站立在对立的两端 所以当司马光眼见自己被皇帝晾在一边 想去地方不行 在朝廷说话没人听 于是干脆给王安石写起了信 而且一连就写了三封 他这三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 难道是想直接劝说王安石停止变法吗 王安石看到这三封信又会如何回应 杨吉继续为您讲述王安石变法第八集 司马光的三封来信 七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司马光决定先礼后兵 用书信的形式把他的想法和担忧 告诉给文坛上的知己 政治上的对手王安石来听 这封信叫做与王介甫书 介甫是王安石的字 这封信全文有四千多字 基本上在我们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 在司马光的一身中这么长篇幅的信 那并不是很多的 在信的开篇 司马光先摆明自己的身份 说跟王安石是朋友 这样写的好处在于给对方有一种亲近感 以便于接下来的劝说 紧接着司马光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指出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 急于求成太过自信了 导致理想和现实两层皮 造成实际执行中事与愿违 然后再从理论的高度 声明圣人之意和违政之道 强调心法是违离了正道 实践上是无可行性可言的 暗示就是你王安石的变法 你失败一定是必然的 在书信的结束部分啊 经过前文的充分的铺遍论证 司马光建议撤销条例丝 停止变法 把现在的局面恢复到以前那样 我们注意到啊 司马光是熟知王安石这个人倔强偏执 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劝告的 所以整篇书信的语言啊 司马光都是比较低调 谦恭的姿态的 是一个好朋友相劝的口吻来写的 虽然司马光知道 要改变王安石的主意 是比登天还难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王安石在收到这封信后的态度和举动 让司马光很没面子 原来读了司马光的第一封信后啊 王安石既不高兴 当然也不认同了 更谈不上虚心改正了 但是出于礼节呢 他回了一封短信 大概百来次 没有就司马光的意见啊 做出实质性的答复 司马光用尽心思的写了四千多字 而王安石只用了一百个字左右来回忆 并且没有针对司马光提出的问题 做出正面答复 这摆明了 是不屑与司马光对话 要是一般人接到这样的回信 恐怕再不会给王安石写信 何必自找没趣呢 可司马光不是一般人 在接到回信后不久 就又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 那么这封信中 他又会写些什么 王安石还会像上次一样 面对司马光苦口婆心的劝说 只用短短的几行字 就作为回信吗 司马光啊 他有一种超强的隐忍 坚韧的性格 不屈不挠 他就是不气馁 于是在西宁三年的 三月三日那天 他又写了一封信 叫做与王借府 第二书 第二封信了 这回啊 只有两百一十一个字 核心的观点就是 进一步阐明 秦苗法的不当之处 这次王安石再也暗难不住了 他写了一封信 就司马光第一次来信中 所提出的这种种种质疑 问题和司马光的逻辑论证 系统的做了答复 这封信就是后来 文明于世的达司马简易书 在这封回信中啊 王安石反驳的方法是比较的巧妙 他把司马光的观点归纳为 清官 绅士 真理 拒解 以至天下 愿邦也 这短短的十五个字 从五个方面 牢牢扣住对方的论点 来展开反驳 我们先说清官 司马光认为 新政的调理司啊架空了原有的官僚机构 原先各部门官员好好的各司集职 你调理司一出来到好 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给打乱了 侵害了其他官员的原本的职权 同时呢 这个部门之间山头林立啊 组织离散 很容易出现互相踢皮球 这些等问题 还关于这一点 王安石的辩护是这样的 调理司是受皇命而为的 一切合法合规合程序 这不能说是侵夺官权 我们接着说绅士 司马光指责王安石啊 频频颁布新法 全国统一实施 地方官员呢 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 会弄虚作假 欺上瞒下的 最终呢 弄得天下大乱 是无故的造出事端来 对此呢 王安石回复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遵循先王治国的理念 心力除弊 为的是国富兵强 百姓安居乐业 你怎么能说 我是在惹是生非呢 然后我们再说真理 司马光指出啊 王安石的新法 势必侵犯文官制度 地主阶层和商人阶层的利益 会动摇国家的根基 而且你想方设法的理财 最后沦为了国家和老百姓在争利 对于这一说法 王安石不认同 他说天下理财 这不能说是语名争利 再说据简 司马光知道 在祖宗之法里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士之人 也就是说 简官上书直言 有事论事 他是免责的 可你王安石倒好 一上台啊 反而是反对变法的人 通通打小报告 说他们是小人 还建议宋神宗耿于陈楚 你这是对沿路的阻塞啊 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王安石看到以后呢 又反驳说 极其的建言 献计献策和谬论邪书 那是两码子事 对的意见 我王安石自然是会听取的 不对的 也可以是不理会的 当然我们知道 这样的辩论 王安石是有点狡辩的意思的 除了反驳 王安石在这封信中还有立论 他说啊 现在的问题 使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 德国前过 士大夫们 大多数都不顾国家大事 以符合世俗的观念和谄媚 来讨好为本领 皇上呢 本身就要改变这种不良的社会分歧 我只不过作为大臣 是尽了绵薄之力 来效忠皇帝 如果你司马光责备我能力不足 没能帮得上皇上 成就宏图伟约 实现国家富强呢 那么我王安石也就认了 如果你说现在 什么事情都不去做 没守成规 老是拿着祖宗之法来说事 那我王安石也是不会太理会你的 王安石的意思啊 是再明白不过了 司马光 你的观点和我的是根本是不统一的 你就省省心不要再写信来烦我了 就在王安石回信后没多久 司马光呢 再次的毫不气馁的写了第三封信 与王介夫第三书 全文呢 473个字 这封信呢 跟前两封信观点基本雷同 除了对王安石反驳的反驳之外 他还谈到了这个司马光 这个无可奈何的失望 但对于这封信啊 王安石再也没回复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如果王安石再回信的话 指不定司马光又会来第四封信 第五封信 第六封信 那么两个人因不同政见所导致的争执 就会无穷无尽下去 两个人什么事情都不要干了 你一封 我一封 所以王安石最好的办法 就是我沉默是心 司马光主动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书信 劝说他停止变法 拿成想话不投机 他们二人本就剑拔弩张的关系 因为这一次的事情变得更加热烈 有句话说得好 敬酒不吃吃罚酒 先礼再后兵 司马光见主动书信沟通宣告他 先礼不成 于是很快就展开了后兵的行动 那么在王安石这里 面自尽失的司马光 此时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王安石面对保守派的书招 又该如何应对 杨吉继续为您讲述王安石变法第八集 司马光的三封乃信 变法是人在继续 而且变法在全国范围是逐步的铺开 有句话说得好 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先礼再后兵 既然你司马光主动写书信沟通的方式失败了 先礼不成 那么就得试试后兵了 那么司马光又会怎么做呢 原来就在司马光坚决请求外放之时 这个时间是在悉宁的三年的春天 朝廷中开始流传出一种说法 说是王安石为了表达变法的决心和破釜沉舟的勇气 喊出了三句口号 叫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简称三不足 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 只要能实现改革 不怕天道的改变 不用祖宗的家法 不管社会的舆论 各位这三不足 这就简直是改朝换代式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口号 为此 司马光在主持当时的公务员考试的时候 就专门针对这个三不足 出了一道我们现在所说公务员的深论题 就是论三不足的对与错 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宋神宗的耳朵里 这让年轻皇帝大吃一惊 什么 三不足 连天道祖宗都不要了 这还了得 于是神宗赶紧把王安石找来询问详情 王安石听到后也被问得莫名其妙 说自己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三不足的言论 那么这个三不足的传言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背后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参考了不少的历史文献 包括我们后来学者所研究的论文 基本上倾向性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认为三不足 这一定不是王安石说的 但极有可能是司马光等这一派别的人 故意捏造的 理由大致以下几点 第一 基于现在的史料 在王安石变法前后的言情中 完全找不到三不足这一类的词句 第二 北宋中期啊 社会存在着浓厚的 敬天之危的思想意识 崇尚祖宗之法 盛行广开沿路的政治文化环境 那么王安石呢 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 王安石是不可能提出 根本否定北宋传统政治文化的 这个三不足的这个论调的 第三 早在王安石写给前朝皇帝 宋仁宗皇帝的乱言书中啊 他就开宗名义的说过 在改革的过程中 对待祖宗之法 不能照搬照抄 要取其精华 要符合时宜 要因地之一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这跟祖宗不足法 完全是两码事 那么既然三不足 不是王安石说的 那又会是谁搞的鬼呢 在已有的文献中啊 我们不得不说 司马光的那道试题 是最早有关三不足的版本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 他极有可能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 加以利用以丑化和攻击王安石的改革派 如今面对保守派的无中生有 捏造谣言的这个陷害 王安石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司马光能顺利的阻止变法吗 还有司马光本人多次请辞 最终结果究竟是去还是留呢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好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司马光借主持科举考试的机会 在尸体中攻击变法 却被王安石轻松化解 一个群体事件的发生 不仅让王安石感到无安 而且动摇了神宗皇帝变法的信心 明天同一时间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吉 为您讲述第九集 出乱子